其实我这边有列一个就是相关的 这个 dictionary 的相关的方法 比较重要的 包含就是说有 dictionary 它要怎么样去建立 那个 key 跟 value key value 的相关的方法 这边都有 怎么样取得它总共的长度 跟那个 list 蛮像 就 L E N 那你把它 clear 掉 其实也可以全部清掉 另外也可以 copy 它 copy 的方法这边也有 另外的话你可以用 get 等等的方法 取得 key 取得 value 那比如说如果大家知道有这些方法之后 我希望 之前的我们有个练习 就是串列练习 叫输入成绩的一个练习 输入成绩之前用串列的话 比如说我就输入成绩 那这个练习是 假设我就一直输入成绩 最后它会显示说 我到底输入几个成绩 最后按-1 复1是表示结束 enter过之后它会告诉我说 总共有几个学生 然后呢 这里面的话 总成绩是多少 平均多少 那当然我后来补一个最高最低分 那如果说我今天 这个地方 有一个问题是说 到底这个学生是谁 我这边没有 有没有 只有成绩 但是这是谁的成绩 没有 所以我需要另外一个 一个地方存放成绩 那这个时候你其实最好用的就是 就是字典 那因为呢 字典就是key value 比如说key的话 我可以放它的名字 value的话呢 那你就放它的成绩 所以如果 请各位修改成什么 就是 输入成绩的一个dictionary版本的话 那特别注意 最大的差别 就是这个 原来score的一个串列 如果变成dictionary 就是由中瓜虎变成大瓜虎 那有什么差别 大概执行一下 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呢 就是它的成绩 一样输入成绩 但是会多一个姓名 是谁 比如说AAA这个人 他的 那叫key value 所以这边第二个成绩 然后哪一个学生呢 BBB这个学生 一之类推 再来就是第三个 所以他有成绩 然后也有他的名字 那最后一样我们就是 在成绩这边输入-1的时候 一样就离开 那差别只是说呢 我可以多放一个姓名 那当然呢 如果说 你如果不用dictionary 另外一个方法 你就再多一个串列 不过其实 因为他已经有dictionary 那你就用dictionary就好了嘛 不然的话 他有这个 其实有他的重要性 所以如果有 那我们就拿来用 Enter一下 那一样他帮我怎么样 把那个 成绩给列出来 可是特别是为 这边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就是多一个什么呢 AA的成绩是 他就不是列说 拿几个 就是他可以把清单 帮我列出来 谁谁谁的成绩 然后呢 总共几个学生 一样可以算 用LEN 那一样可以把 这边的成绩加起来 做平均 甚至算谁是最高分 谁是最低分 诸如此类的 可是要怎么修改 我大概说一下 其实如果你要把那个什么 你要把那个 这个score的部分 其实这个应该有印象吧 其实我们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在那个 建一个串列的话 是用一个空的中瓜糊 那如果你要把资料放进去的话 关键就append 诶那dictionary怎么做呢 因为它是key value的关系 所以特别注意好 而且要多一个嘛 所以基本上我是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其实可以拿来 这个修改一下 那改哪些地方呢 最关键的地方 怎么样建dictionary 怎么样再把资料放在dictionary里面 它的概念其实就是哪个key 放后面的value 所以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最大差别是e 那我把score的名称改成dic1 后面加个中瓜糊 第一个最大的差别 跟这样大瓜糊 ok 那大瓜糊的话呢 这个就表示说 我现在要产生一个空的dictionary 那第二个我要怎么把资料放进去 那因为除了成绩之外 我们会多一个变数叫in name Name的话就是它是放姓名 那也就是说我画一无重回圈嘛 那让它输入它的成绩 如果是不是等于-1的话 那就继续再填 如果是-1就break 那再填姓名 填完姓名怎么样把它填的什么呢 特别重要 这是它的成绩 这是它的名字 那我们以名字当key好了 这个是key 这个是value 所以未来如果你要放在dictionary里面的话 记得就是把什么呢 把这个key 放在特别重要中瓜糊 虽然它初始它这个地方 它空的dictionary是大瓜糊 但是如果你放在哪一个 记得哪一个key的话 那你要放中瓜糊 等于哪一个value 所以这个是key 这个是value 把这个value放到这里面来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吧 而且这个dictionary还蛮重要 因为以后 你只要是jackson党 你都可以把它转成dictionary没有问题 两边是完全通的啦 你要把dictionary再转成jackson党 也非常简单 可能两行程式就可以搞定了 所以它一定有它存在的价值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如果要做计算的话 我就把这个通通放进去了 但是未来我要怎么做加总 怎么做平均的话 要特别注意 我又把它 我的习惯 因为我的想法是说 其实一个dictionary 它其实就是两个串列 也就是说 它有点像是 我们就像学生成绩 类似像这样子 它一个key 一个value 那我如果说 要把它分开来看的话 我可以再用那个什么呢 把它分开来 那怎么分 分成两个串例就对了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要取得 所有的key的话 就所有的名字的话 那我就把所有的名字 AABBBCCC 丢到thiskey里面 那把他们的成绩 全部都丢到这个value里面 那变成说key就是它的名字 value就是它的成绩 那我把它拆开来之后的话 我就可以针对这些成绩呢 做一个计算 那第一个当然列出 里面它的成绩 谁的成绩 所以我用format 一个一个把它跑出来 针对哪个key 输出哪个value 所以我刚刚可以看到就是AA的成绩多少 BBE成绩多少 那总共有几个学生呢 当然一样用LEN去算 里面有几个学生 最后的话一样就是在针对什么 针对那个value的部分 把它做一个加总就可以了 把它sum一下 然后average就把它再除 最后输出结果 那请各位也许可以稍微试一下 请各位就是说 把那个特别说我在 把刚刚之前我们做过那个练习 再把它改成类似长这样 就是我输出的key跟value 这边一个嘛 然后算出几个学生 然后总共几 总分多少 总平均 甚至底下的话你可以再列出什么 最高分 比如最高分是AAA 是几分 最低分是CCC 成绩是几分 把它列出来 请各位试一下 主要是利用那个 之前做过的练习 串列转换成 那个字典 ditch的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之后的话我大概改几个地方 可能第一个我刚刚有提过 dic1这边把它改成 这边改成那个大瓜糊 ok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一样是跑一个 这个回圈 不过回圈之前因为会多个name 所以我这边多一个变数 叫inname 这个名称的话就是输入的名字 空置串 然后一样是跑这个回圈 不过在输入成绩之后的话 一样要输入 除了输入成绩之外 要跟他讲说请输入姓名 所以这边的话多一个叫inname 让他输入一下 那当然他不是-1的话才继续输入 如果-1的话就break掉 这边的话把它改成 名称的话把它改成叫做 请输入名字好了 改个请输入name ok 然后呢 关键的地方在这里 本来叫append 你可能就要改一下 要改什么叫做dic这边 他的key是什么 所以特别的你就决定他的key是他的name 用他的name当key 那他的value的话就是他的inscore 就是把他的这样的话 有没有把他的key 把他的value放过来 这样就ok了 所以这个蛮重要的 以后蛮多外部资料 尤其database里面资料 你就可以一个key一个value 那如果说多栏的话 反正一个key 其他其他栏 也许你可以把它塞在后面的value 或者你也可以多个dictionary 不只一个dictionary1234都可以 你有多栏的话 都同样一个key 其他value后面是栏 就是后面的dictionary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必须怎么样 如果你要做后续处理的话 可能比较简单 我的习惯是先把资料放在串列里面 再把它拆成两栏 所以第一栏的话 我的习惯是前面是一个list key 这个key的话是名字部分 那名字部分怎么拆呢 特别注意 它有一个function叫list 我如果要把那个dictionary 里面的哪个部分拆出来的话 那我这边的话可以给它什么 就是dictionary1里面的key 帮我全部放在这个串列里面 所以它的语法一定是 帮我把key的部分放在这里 那把value放哪里呢 干脆就放在刚刚有个名称 一模一样叫scope 我们就沿用这个好了 scope等于就是第二个 那怎么把里面的value放过来呢 用list 那一样呢 底下就是用那个dic1里面 要取得它里面的value 就是后面点加一个value 这样的话就把key跟value拆成两个 两个list dic打错了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分别了 名字就是名字 那成绩还是成绩 ok 所以名字放在这里 成绩放这里 所以呢 后面的话呢 总共有个学生 这当然一样 那只是差别说我要跑回圈的话 我就分别把这个回圈分别把它跑完 这个地方后面可能还需要再加什么呢 计算 如果这样写 其实已经只是 再来就是怎么样把这个key 你又跑个回圈分别把那个key 名字抓过来value把它放到后面 总共有几个学生 另外的话 当然也可以抓到最高分跟最低分 这个部分请各位再把后面部分完成 就把它输出了 那如果说我今天输入 大概就三个成绩嘛 AABBC 他的成绩在上面 最后是负1 最后把它列出来 几个学生 最高总成绩 另外可增加一个就是最高分 最高分97 是谁 最低分是谁 把它列出来 有点像列个报表出来 ok 资料进去 结果出来 ok 那里面的话呢 大概我就把这个地方后面 再把它讲完 就是后面如果说我已经把它分成 这个key的部分放在这里 那成绩就放在score 所以有点跟前面的写法差不多 只是说多了一个 什么一个name而已 ok 那再来的话 把这些成绩如何列出来 这些成绩如果要列出来的话 其实就跑个回圈就可以了 回圈的话 你可以for each 也可以for i 把整个里面一个一个的帮我输出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回圈基本上 就可以帮我把这个清单列出来 ok这个地方 他会帮我 有没有 然后里面的话我用format 比较简单 因为format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把这个字串里面 可以放一些变数 几分 当然你这边可以再加 到底要是什么形态 不过如果你不加一个大瓜 也ok 所以这个format真的非常好用 以后如果你有很多 变数要跟字串 串在一起输出的话 如果不用format 还真的蛮麻烦的 用format是最简单 那再来的话 总共几个学生 就算他的长度 ok 那我们是针对score也可以 或者针对类似key 其实都一样 或者additional也可以 那最后再把它加总 并且平均 那怎么样找到最高分是谁 特别注意 这个用法我就是用之前 一样的方法 就是我们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最高分列出来当然没有问题 最低分列出来也没问题 因为你可以用一个mini或max 就是可以找到最高分 但是是谁 我记得我前面有讲过 记得一定要利用一个叫index的function index的这个function非常重要 而且要叙述要完整 所以那个人是谁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 是谁 你那个串列名称的话 我们就有list key 在list key里面 所以先把list key 这个串列先带过来 那因为我要找的是是谁 但是我不知道是谁 所以我们就先加个中瓜 到底哪一个人呢 他是跟最高分一样的位置的那个人 最高分一样的位置的那个人 那我怎么知道最高分那个位置 最高分在哪一个index 哪一个位置 所以那个叙述特别注意 这看起来没什么 不过其实如果你会写的 那可以少很多麻烦 那写的方法就是 那个scope 所以你要查 裡面的index 所以点index 这地方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index 用index去查 最高分的人 那个他的index指在哪里 所以去查 最高分的index 并且回来去找到那个人的名字 ok 这一招还蛮管用的 我发现如果会写这样 可以省掉很多麻烦 当然如果你不用这一招写的话 你可以用逻辑判断慢慢判断 就像我们之前讲过好像有一题 有没有 那如果会这样的话 那个逻辑判断可以不用 直接这样写就好了 这一招怎么蛮可以学起来 因为如果会这个的话 程式可以少写蛮多的 那再来最低分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这一串 再复制到下面 然后把它改什么 改个mini就好了 最低分的那个人是谁的位置 告诉我 并且帮我把那个人的名字查出来 那你会发现呢 他就会这样的方式 把最高分查到了 然后是谁也查到了 然后最低分的那个也查到了 分别把这些资料 帮我带到下面来 就完成了 ok 应该可以看得懂吧 所以我们这个练习主要就是 输入也许三个人的成绩 最后负一 然后有成绩有名字 有成绩有名字 最后输出一个列表 总共几个人 总分平均最高分最低分 但目前只有一个成绩 可能是什么国文成绩 那如果说我今天有数学 有英文的话 哇 三个成绩怎么办 所以待会下一个阶段 就是又进阶了 三个成绩再加进来 所以也就是待会 如果你做完之后 你可以想想看 假如说呢 我们再把之前练习的 学生成绩这个档下载下来 一样下载成CSV 那这个成绩的话呢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把这三个成 这几个成绩读到哪里呢 读到那个我们的Dictioner里面 再做后续处理的话 该怎么做 比较简单 好了画面先在画面给我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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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